这一回马前总统他到了希腊 也有引发外界蛮多的讨论 在这个希腊出席经济论坛的时候 他有特别提到了 他说总统蔡英文过去三年 说了两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但是他认为这种说法 其实已经违反1991年修订的宪法了 好在今天一大早 从希腊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也再度呼吁各方能够敦促两岸进行 避战对话 很重要的就是要以谋和平 也希望要求民进党政府 务必要遵照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来推动两岸关系 但是其实马前总统这一趟的希腊行 他有批评总统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陆委会 甚至还包含了行政院 还有隔魁副隔魁 他们的反应跟态度都是蛮激烈的 陆委会4月28号的时候回应 他说马前总统在外国人的面前 批评我国现任总统 认为这样的举措是非常的失态 让人深感遗憾 好但是真是如此吗 因为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又认为说 你陆委会的反应才是严重的失格吧 怎么说呢 陆委会你其实是这个政府单位 政府单位只能够依法行政 你陆委会到底是依据什么法律 可以胡乱批评前总统的发言呢 马英九办公室同样是非常的火大 好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肖旭成就有说 好基文既然透过了新闻稿公开否定 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那么是不是已经走向了蔡英文的互不隶属的两国论呢 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意味着你陆委会没有功能 应该要解散了吧 你邱泰山不要再失位树参了 好另外呢民将立委徐志杰他有直接批评 而且他说的话还蛮重的 他说呢马英九到了国外去还舔贡卖台 真的是头壳坏掉了 甚至呢民进党内部还有绿营的立委说 有了马英九中共很省事啊 有了这些荒谬的言行 台湾到底哪里还需要敌人呢 针对这个部分我想问一下董哥的是 为什么陆委会还有包含了这个行政院长跟这个傅格魁 他们的态度这么强 强这么激烈 是不是急了 的确急了 因为民进党长期不承认中华民国 然后让马英九讲出来以后 他们觉得气急败坏 尤其马英九才从中国大陆回来 让九二共事在活了 那很多人就发现了 原来民进党这么着急 那喜智杰因为要选立委连任嘛 赶快口不择言 陆委会因为被马英九抽到了 马英九在希腊讲法是说 你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1991年的 那还违背了陆委会一级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你通通违反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识 在台湾是一个常识 在全世界所有的总统 他都要遵守宪法 这是宪法 马上就是用宪法来问你啊 那你民进党应该用宪法来回答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清楚 宪法所谓我们就是 台湾地区他就是大陆地区 就简单讲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一样 那1991年修了宪法 民进党有参议啊 民进党也没有反对 当然国大代表没有反对啊 那宪法怎么讲 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 在总统府公开宣誓 我认给各位听 她说以警理自成 向全国人民 先是一必遵守宪法 然后尽忠职守 然后增进人民福利 保卫国家 无护国民互托 如为誓言 验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警示 这是蔡英文那时候讲的 那你要遵守宪法 你现在没有啊 所以蔡英文其实他 台独的那个 两国论又开始走出来了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丢脸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马航九去的时候 马航九现在 很多地方都邀访他嘛 那过去没有邀访他 是因为总统府不准他出去 因为马航九 马教授他讲的东西有道理嘛 那总统府本来 马航九三年就可以出去 他们在马航九出去前两天 在立法院修改法力 规定他五年之内不准出去 就是那种小动作 鸡肠鸟肚鸟肚 那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恶劣很插进的党 就是他就不给马航九出去 那不给出去 马航九这次出去啊 去大陆去希腊 他讲出了其实很多 都是台湾人民的声音 而且他讲的是宪法 当马航九去 那时候他们就 讲马航九就说 我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那那时候被改民进党不是也是暴跳如雷 其实马航九座位上面写就是马总统 就是马总统 President 可是民进党不劳过他 因为民进党就天天骂啊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要嫌疾嘛 那其实马航九当场抗议哦 当场抗议希腊的总统 当场跟马航九道歉 他说We are sorry 那当然后面没有改 那是我们代表处该做的 你是官方啊 我们代表处你官方 你在跟他交涉啊 为什么 你这个论坛上面 没有给我们马航九写 中华民国前总统了 对不对 结果他们无人啊 你知道我们代表处在干嘛 我们代表处哦 没有什么作为啊 今年一夜哦 我们代表处 在他的网站啊 大骂 希腊的交通是非常烂的 后来引起外交风波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外国的媒体在讲 台湾是个行人的地域 那他们出来缓驳说 台湾不是行人地域 希腊才是 那你不是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吗 你希腊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代表处 今天既然出来 烫这场浑水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 马航九这一次 他其实 恰如其分的 他把整个中华民国现在的立场 把它讲很清楚 也让全世界知道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啊 因为民进党有非常大的外宣 然后又有美国在撑他腰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媒体 认为说两岸是一边一国 不是嘛 马航九讲的就是一个线法 那各国大家都要遵守线法 每个国家都一样 没有民主国家是例外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当马航九跟希腊总统讲 你那个给我弄错了 我是中华民国前总统 希腊总统跟他道歉以后 你要想起一幕 蔡英文最近才从美国回来 蔡英文去参加 传统基金会的那个 结果呢 结果呢 人家上面写什么 人家上面写那个 他是特别来的 没有姓 没有头衔 结果他不敢讲话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态度是 连一个民间机构 你都不敢抗争了 马航九是当场抗争 抗争 他一讲希腊总统马上道歉 那我们呢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蔡总统在美国 美国这么多人也希望你 你要讲一句话 国人也希望你 你不是以锦里制成 要对宪法效忠吗 结果去连这个也都不敢讲 那我觉得说 这个一比就比下来了 这也很清楚 为什么马航九卸了以后 总统府不准他出去 然后总统府就怕他在国外 因为他的谈吐比较风雅 而且他有西方式的幽默 那讲一讲大家觉得还能够接受说这是一个 一个优雅的总统可以这样讲 那把民进党这些 平常就是 让人家看不下去而且没有外交能力的这些人都给比下去了 你每天在国内张牙舞爪 在外面卑躬兮兮 其实没有得到人家的尊敬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这么在乎马航九的那些讲话 选举到了 然后故意去挑这些 这些语言 来让自己有曝光力 但是 我们的根本就在于 你要不要遵守宪法 马航九到国外到国内 他都在问你这一题嘛 为什么民进党没有人敢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